Hello 你們好 現在是4月12日 11點38分 指數跌了306點 在16789 成交544億 正如我所說 指數來說 真的有進一步的回調 為什麼呢? 其實地緣政治也有些問題 包括伊朗 有機會報復 短期內報復以色列 這方面帶來不穩定的因素 美國那邊因為CBI高了 雖然PBI跌了一些 比預期低一些 但整體來說 都令到減息的步伐 就放慢了 對於美股來說 都造成震盪 昨晚呢 美股曾經跌過200多點 跟著日中呢 又升了百幾點 最後呢 就收跌兩點 來到這些高位的平台呢 其實看到 都很反覆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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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也是,而美匯就继续扯高一点,105.05 榜就升少少,9.839 但是榜来说,我觉得英国后面在未来的息口动向 都会有一机会减息的 欧洲那边也说了,预示了很快就会减息 刺激经济 所以欧罗和榜有机会再跌多一点 多就没有,跌多一点有机会 人民币是对港资108持平 日本指是继续跌的,511.8 澳洲指就升回一些,5.125 澳洲是资源国,所以澳洲来说 相信澳指会站稳 因为贵金属或煤炭各方面都比较多 而地缘政治关系都挺麻烦的 一方面就是中国,美国和日本和菲律宾 又组成一个三国联盟 这些亦都会带来一些地缘政治的更紧张的局面 会不会有些相关的经济报复行动各方面的事情 或者磨擦地缘政治上的事情 我相信都不排除 加上一些天灾,近期地震频频 这些都会带来引诱 所以这种东西加上,会对股市造成一些不稳定性 特别是过高的股市 例如日本,美股,日股,台湾股市 炒得过高的话 不排除天灾上的事情 地缘政治上的事情 或者政治经济上的事情 会影响到它们会有跌 港股又怎样呢? 港股昨天北水流入了91亿 有9亿多的钱流入了200亿 就是恒指ETF 差不多2200亿流入了3亿 中国银行3988亿流入了4亿 整体来说,似乎看到 因为上证,从低位弹上来 上到3080,现在回到3033 其实就比起港股是out perform的 就是比港股做得更加好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有些钱 由A股流回港股呢? 那也不排除的 这也有可能性 但是始终怎样说也好 港股来到这些重要的技术关口 就像之前说的17,200 确实是一个大阻力区 很难升破的 今天杀了2亿牛 下面的牛也很多 如果去到16350那头 其实接近10亿的牛 那会不会向下收呢? 是不是立刻收呢? 不知道 但是会不会167,168 这边浪两浪 浪一浪之后再向下试回164 那些位置呢? 我看机会也有的 那上面的空位是窄了的 上面再上的位置真的窄了很多 那现在就算要弹上去呢? 那些保列后呢? 都是在说17,000 那暂时也是这样 那所以呢 你61044的红证呢? 我叫你做呢? 昨天做啊? 前天做呢? 是对的 那你没有可能摸顶去做红证的嘛 那这些是很难的 你较高位做呢? 那你补回一些货 那北京你买一些货 那买一些货 那买一些货来说呢 就是近期都有好几只的 我推介的货 都是相对稳定的 那一会儿再详细说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那些红证继续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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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不用61615呢? 因为太近了 那我就怕你们 日中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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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172这些位置 那当然现在困难了 那但是我都是 所以如果你做红证 就用61044来做 61044呢 我们看看图 61044呢 就是 17868收回的 机会很小 非常非常小 所以这个是安全的 那 那 看回指数呢 刚才说的 那就是 日线图 这个是日线图 对吧 日线图 你见到Stochastic呢 我用3天9天的 这个是比较敏感度高的 3天9天呢 你见到呢 其实有一个顶 两个顶 三个顶 已经有三个顶 形成了 三个顶 形成了之后呢 其实呢 就 现在来说呢 就再向下 是吧 向下呢 其实就 之前的上升呢 就又跌穿了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 有机会进一步 向下 向下呢 就会试回这些位 试回这些位 试回这些位的话呢 指数 扯回来 下来 下去 164 或者是 用时间 去 拉下来 166 168 上上下下下下下 所以 起码这段时间呢 就 要进一步 再向下的 机会呢 大很多 RSI呢 都是 都是有个雙顶 出现了 高低顶了 现在就是已经穿了 RSI就是这一条 这个上升轨迹呢 就穿了 那所以呢 就 两样东西都吻合的 那 而 看看一些形态上来说呢 这个小时图 那 小时图呢 你更加看到了 小时图呢 就 嗯 其实呢 近期呢 是有个小时的上升通道 在这里的 小时的上升通道呢 小时的上升通道呢 小时上升通道呢 是有少少是破了位的 是 我们或者画得再精准些 哈 小时的上升通道来说呢 那 用多数的 底部线来到连住 哈 多数的底部线连住的话呢 其实有少少 穿了 哈 那穿了的话呢 如果这 未来这两三个小时 上不回去的话呢 即是 上不回去 上不回去 16820 楼上呢 的话呢 就 一般的了 就真的 开始益的了 益就会向下 啊 向下呢 就当然了 他 小时来说 哈 他个下边的 短期的小时通道位呢 来说呢 是166 16650 16680 这里啦 16650 这里啦 如果这里都再穿 那 就确认了 就不好了 啊 啊 所以啊 啊 还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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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啊 啊 那上面呢 他上面来说呢 就有个裂口的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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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啊 那再上一个裂口呢 就是 一七零六三 17054,17050,即是17050,是一個裂口位 補不補得到上去呢? 這個位置就真是很盡的,如果要補得到這個位置 17000點到17050,差不多 接著都要向下的,所以整個形勢就是這樣 好了,這個就是指數,指數之外呢,那些股票又怎樣呢? 股票呢,我就看過一堆之後呢,就發覺呢是 遺海,遺海呢,今天跌0.6% 比起大市是跌少了,那遺海是不斷有錢流入的 近期是漂亮的,所以呢,我自己覺得呢 這隻股票你要溝貨,你之前有貨,拿了在這裡 你要溝貨的,是可以的,因為呢,它現在形成了一個原底 而這個原底的位置呢,是有些突破了的 原底的位置呢,是有些突破了的 所以呢,就... 這個呢,我還要用最高的位置去拉 近期的較高位來拉,都是突破了的 所以呢,就有直播率的 這個呢,值得你去嘗試一下去買的 那另外這一隻一隻呢,另一隻呢,就是 時代電器,時代電器呢,都是有錢流入的 而流入之後呢,是有突破的 那當然,你說日線的Stochastic呢,是很高的 那但是呢,如果你看回... 它雖然是高,但是呢,它都站穩的 無論是RSI呀,Stochastic呀,MACD都是 而周線的MACD呢,開始想升上去 紅柱區上面的靈芝上的 那這個是一個上升趨勢來的 那這個下降軌是升穿了的 那所以呢,時代電器是漂亮的 那麼,10倍的四平率是OK的 有一定的吸引力 那這隻是另一隻啦 那至於... 啊... 啊... 中閘安瑞科呢 就... 那這個周線的,周線是升穿了去紅柱區上面的 那這個是MACD Stochastic也是向上拉,RSI又向上 那這個是周線圖來的 日線呢,就不在話下啦 日線都是... 都是漂亮的 Stochastic已經落回低位了 再... 開始站穩啦 那所以這些是有直播率的 那這三隻剛剛說的呢,都是好的股票 那至於... 汽車部件股呢 1316呢 就... 奈西特呢 就... 大資金流入了之後呢 就持平的 沒有再跌下去的 那它的支持位就是這個短期通道了 那這個通道呢 就是4.04到4.1啦 那就是4.1以下呢 你如果想的,你可以試一下這隻 那這隻都有直播率的 那... 那... 慢慢呢 它會... 繼續好一點 那... 估計的未來的那個業績都會大好的 繼續做好的 那... 那...至於吉利呢 就... 繼續是... 拉振著上啦 那這些有貨你就可以拿著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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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面鍵我們排斗吧 那這樣就... 那... 那就... DATF... C嘛 那那些就... 那所要取比ех advent的錢證有一點 Ziel 那我另外手機的錢證有一點點 那作為你圈供 absolument看 欸... 那也是Piade 也有點雖然呢 Piade 也有一點點 Piade呢 也ожно了 是嗯... 比亚迪就在这些位置集结,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们要买它就等,现在也去到短期通道的位置 很难冲破,因为之前你看到短期通道也是卡在那里的 至于手机设备股,之前说的瑞星科技是很强的 而落后的一定是优太科技,优太科技有些钱开始流入 许与光学也是开始上升,所以许与光学这些位置都可以 你少住,但始终那句,手机设备股是以2018为主 但现在上升到那么多,2018我就觉得开始没什么力量 你应该开始减少一些 而你说持续中线的股票也有很多 另外看回中港核电力也有资金流入 这些就持续长线了 至于天宫国际有大钱流入,那些海货区减少了 这些位置是很漂亮的,起码它也要先上去近2元边 2元边就是短期通道的位置,1.95到1.99 即是近2元边,那这个就是天宫的目标区 至于月海投资,它的海货区减少了 这些是持续长线的,刚才提到长线 这些是长线的,257就没什么特别 都是上落而已 109呢,华文置地就继续在这个位置 横行的,炒上落而已 大家看着,它曾经最低下跌过去22.5 以22.5为目标区 上面25元为阻力位 都是这两个多人的钱 至于这些科技股又怎样呢? 手机股,手机股小米是16.5 扯上来的,但是来到这些位置真是尽的 我建议你们要有货就减少了 等它下来再买过 700都是,来到这些位置 百度固然是 856呢,这些今天跌了0.4% 这些就继续坐 V星,721400都是 这些都是 整体来说,总括就是 刚才说的那些股票里面 好几只可以有直播率 特别是移海,时代电器,中集安税科 内西特,这些都是漂亮的股票 当然,长线的就是7800,中国铁头 年龄两年后是一个大的收成期 它现在是14倍市盈率 它是会去单位数的市盈率 但是,息口也会有机会派得高一点 所以这些就不怕持续长一点 刺一时匹一时 之前的铁铛就不一样 后面会有机会继续做好一点 油股就没什么特别 油股都是站住的 因为有地缘政治问题 这些都是长渣 持续没什么问题 整体来说市场就是这样 大家慢慢做,不需要心急 有个红正对冲着你手上买的股票 是很安全的 红正是用61044 有什么不明白呢 大家再在689、9180那里问我 喜欢上堂的 牛股政技权就是今天开始 下一班呢 如果这次做不到 你就参加下一班 下一班我就公布给大家听 如果上堂的话 对大家有帮助的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就用心加油 有什么不明白的 就在电话里跟我交流 多谢你们 拜拜